1932年 捷豹的名字随着一辆全新的汽车 SS Jaguar 第一次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当中 那么这个名字呢 其实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驾中 有一辆飞行器也叫这个名字 所以才这样命名的 那么直到1937年 Jaguar的这个名字呢 才得以确定 那所以从品牌的最初诞生 开始算起的话呢 捷豹的这个品牌的历史 已经将近百年了 当时领导着工业革命的英国 在汽车方面 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存在 以优雅的设计 奢华的用料 还有精湛的工艺 闻名全球 那么捷豹也是其中一个 极具代表的品牌 优雅 高端 还有机型 都是对它的形容 那么它就像一个西装的暴徒一样 在优雅的外表之下呢 隐藏了一颗躁动的心 其实每一个走在时代最前端的品牌呢 都有属于它的品牌历史 那捷豹也不例外 1956年 旅王伊丽莎白二世为了表彰捷豹车队 在赛车场上立下的丰功伟业 授予了创始人李扬师骑士勋章 那么由此就展开了 他与英国王室的不解之缘 无论是往后的日子里面 旅王要接待贵重的宾客 或者说作为管理车 始终都有捷豹的身影 不管是阿尔卑斯山拉力赛 勒芒24小时耐力赛 Formula E 还是英式挑战赛中 捷豹汽车一直都有着不错的战绩 捷豹在赛道中示意地 展现其赛道性能的魅力 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惊喜 重新定义了新现代豪华主义 在捷豹汽车创立的时候呢 早已将运动 还有品牌的基因相结合 它的logo啊 无时无刻地在诉说着 它对于顶级奢华 完美性能 还有时尚性格的不懈追求 正在跳跃的美洲豹 也淋漓尽致地展现出 它奔驰的力量感 还有速度感 彰显出它强劲的活力 在捷豹的百年历史发展过程中 也诞生出很多经典款的车型 正是这些车型 奠定了捷豹在世界范围内 引领汽车潮流的地位 从连续多年登顶热芒赛场的D-Type车型 到现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永久增长的E-Type车型 再到被我们称之为世间所能想象到的最美汽车 从那十年畅销的XK8 再到全新的捷豹XJ 最后到中国国内上市的XEL还有XFL 捷豹始终以其卓越不凡的设计 和独特的品牌文化 吸引着众多的消费者们 在之前的节目中 我说过了 我有一个航天梦 那么到现在 我也经常会把贴地飞行挂在嘴边 那在众多的豪华品牌里面 我觉得最能代表民航机师的就是捷豹 而不是奔驰 宝马 或者奥迪 在《冲上云霄》第二部里边 张志玲所扮演的Captain Kool 他有一个格言 就是安全飞行是基本 享受过程才是高手 而Captain Kool的座驾 就是那一款捷豹的XKR 那我也是因为被Captain Kool而吸引 从而喜欢上捷豹的 在我身边的就是最新款的捷豹XFM 那么我觉得它是非常有个性的 大家也会好奇 为什么这一期节目是坐着来拍的 因为我觉得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整一台车的话 是非常的漂亮的 它有一个非常大的进气口 然后一纸板也有一个熏黑的处理 还有那个R Dynamic的一个标志 那整台车呢 它的尾部还有一点点上翘 在保持优雅的时候 还有非常强烈的个性 就好像飞行员的西装一样 在袖口那里多了几道杠 显得多么的与众不同 那么这一台捷豹XFL呢 前脸还是依旧沿用了捷豹的 家族式的前脸的结构 Ponogram的连续纹样设计 包括我们拿到的这个版本呢 是采用了大量的亮黑的标识 还有运动套件 彰显出强烈的运动气息的同时呢 也不失品质感 Jaguar的纹样来自于 品牌早期的logo的外观造型 一个有着四条斜边的六角形 在XFL身上呢 被设计师巧妙地设计成 不同的图案变化 以及用不同的材料 体现出不同的质感 很好地体现了品牌的历史沉淀 和独特的识别 同时Monogram设计 也让整台车子外露的霸气 变得泪脸 标志性的暴风眼前LED大灯 当车辆解锁的时候 它的车灯亮起 就像是一头刚苏醒的猎豹一样 射人心魂 从侧面看捷豹XFL 它侧面的这个车身的腰线呢 是非常的犀利而灵动的 也没有因为长轴距而变得不协调 这一点是非常的难得的 它雪茄型的车身 以及大尺寸后臂的轮胎 优雅之中 带着一股充满力量的美感 全世界的捷豹车迷都知道 诞生于1961年的E-Type 被汽车界传奇设计大师 乔治亚罗 誉为世界上最漂亮的车型 那么它也就是雪茄型车身的典范之作 捷豹的每一辆汽车 都要以诱人的设计 卓越的性能 和精湛的工艺而著称 这是良师爵士的名言 而类似雪茄一般优雅 修长 独具韵味的设计风格 就成为了捷豹品牌中最显著的文化符号 除了车身的外观充满着独特的设计之处之外 其实车身的颜色也是充满着历史的 虽然说我们今天拿到的版本是白马银 但是XFL呢还有一款颜色叫做英国赛车绿 这个颜色的由来呢就正如它的命名方式一样 英国赛车绿的诞生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前 当时参与国际级赛车的每个国家 都要根据国别统一分配赛车涂装颜色 而英国赛车绿就是这一规则下的产物 这一抹深邃富有光泽的英国赛车绿呢 陪伴了捷豹品牌争战各大赛场 一次是在赛道上面的大方异彩 成为了速度美感的象征 诠释着捷豹品牌对于速度还有力量的不懈追求 这一期节目呢就带大家去了解了捷豹品牌的整一个历史 在下一期节目里面我将会化身为 风流T毯的万人迷驾驶技术超一流的Captain Koo 带着大家去了解一下这一台捷豹XFL 在动态上面的整一个表现